很多網民都是這樣叫Jean BB Jean姐 很棒 一百年多還叫BB 十年前初出茅路 加入車版是出Trip時認識的 出Trip 出Trip Sawadika 今天為何跟大家說泰文呢 因為我們終於千分萬苦 真是千分萬苦 找到這個頭盔和大家一起開箱 怎樣 問甚麼 有甚麼問 我們不是甚麼都說 為何會想到要做駕輪或者這個名字 這個想了很久 坦白說是腐乳撞棍的 是屎招來的 起初駕輪並不是叫駕輪 如果大家清楚 駕輪英文是Up Car 我們初初第一個概念 駕輪是叫Up車 但我們怕這個Up字很多人不懂得讀 你們知不懂得讀嗎 對 可能有些人叫做 首先 你們知不懂寫嗎 對 可能你們的翁車真的很厲害 我們最後考慮過 就不叫做Up車了 可能有我們想過很多駕什麼駕什麼 就覺得駕輪其實 咦 這個字 開頭有擔心過是有點老舊的 我怕年輕一半不知道是甚麼叫駕輪 後來又覺得 已經挺像我們的風格 因為我和Lawrence的風格 都是比較跳脫的 可否這樣形容 比較不想那麼沉悶 或者比較喜歡 不是平鋪直墜去趕一趟車的時候 即是 非主流 對 駕輪好像有一點點意味 就是我們是 喜歡做駕輪 而吃到那個駕輪 其實你們兩個背景是怎樣認識的 實際上真的認識了很多年 超過十年了 超過十年了 他當然是老航專 看他年紀 看他樣子就知道了 我就是 初出茅路一點點的時候 十年前初出茅路 加入車版 是出Trip的時候認識的 出Trip 不是出Trip 第一個Trip應該是東京車戰 某年的東京車戰 好像是嗎 是 我當時代表某報館 你當時代表他嗎 車輸 某車輸 對 某車輸 通常會有個領導 帶著我們一群去喝飲食吃 去享受世界 做事 通常人數不太多 坦白說車圈子不太大 會比較容易熟絡 一熟就熟絡了超過十年了 其實 老闆的底還是很厲害 我當然不敢說 什麼底和怎樣才能說 什麼底和怎樣才能說 什麼底 什麼底 利不厲害 做得很厲害 做得很久不算厲害 大家去了同一個報館做事 不是 一幫一間報館做事 我們不是幫他打工 純粹是專業的成績 一齊 所以大家越拍就越熟絡 之後就跳出來搞自己這個頻道 大家形容一下大家的性格是怎樣 你先 最喜歡形容我 我怕出不了街 即跟他相處 你不可以當他是一個女人 他的思想是一個男人 他是很豪邁的 基本上我很尊重他的 因為大部分時間只有他作主 他作主的時候 大部分人都不敢左右他的意見 我有爭取民意的 OK 我有要求同事支持我 即是幕後那班大家應該都知道 不支持他的人就會指著同事來罵 說別人反骨 對嗎 對嗎 掩臉 他有跟一般女性不同的地方 這件事是我挺容易跟他合得到的 他沒有一些很麻煩女性的 沒有那麼難聽 我不喜歡轉彎活角而已 我比較喜歡踩直路 我覺得我說夠再說 就破壞了Jimmy B大家在心目中的形象 他性格反過來 就比較女人一點 他是一個不能夠一心多用的人 他只能夠一心一用 對 我聽說 他只能夠一心一用的人 你交託了一件事給他做 他腦裏就只有那件事 你多丟一件事給他做 我就死了 我就死了 你不要給我那麼多東西 我去想吧 然後他就會去了遊魂上太空 我就要拔一條蟹 扯回來 喂醒了沒有 我只要你做這件事 他是一個一心一用的人 所以他拼模型這麼厲害 就是這樣 很多網民都這樣說 JimBB JimBB Jim姐好正 陳生好正 沒有沒有沒有 陳生好正 其實你們自己怎樣看 有愧於 慚愧慚愧 一百年多還叫BB 真是收家 都很感謝大家對我們的口愛 第一件事 真的很感謝大家對我們 即是某程度上 叫BB 已經過了 但也很感謝大家 其實都是出於欣賞我們 我就相信 我一百年多 陳生呢 就是一個 被他 不知從何時作出來的 我再說一次 我本身不是成長 是 大家在街上 我在街上被人叫我做陳生 都很多次 很多次 大部分人的名字 二次創作 其實都是他負責的 也不是的 他也有份 即是何麗瓶 其實我也說了很多秘密 給大家聽 何麗瓶 不是真的叫何麗瓶 我姓廖 小姓廖 小姓廖 可以叫我廖生 或者Lawrence都可以 平時要量調 思考 是否很困難 都很困難 我相信做製作 做媒介 或者做媒介 或者做媒介 的朋友都會感受到那種困難 因為你可以說做創作 好像很離天漫漲 很無寬 但它既有模式在的時候 是怎樣又滿足到讀者 怎樣又滿足到客戶 那個平衡點是很難 我們都要生存的 客戶也很重要 但沒有讀者之前又不行 那種兩難 有時就需要 希望可以量度一條條 既能夠滿足觀眾 亦都能夠滿足客戶 有時沒有理由有錢不賺 我們都要養著同事 為公司負責 不是只有我們兩個 即是我們沒有一個特定的機制 什麼時候去想題材 什麼時候去量度內容 沒有的 全部都是即興的 即興的 接著反應的時候 他們原來可以 我們就沒有信心 再拿那些東西去拍攝 我經常都強調 我們真正的老闆 不是各大車行 不是各大老闆 是你們 一年前 很老套的問題 一年前成立這個PATTO 有沒有什麼抱負 我記得Jean跟我說過一句 當時我跟她在集團上 其實是無事無幹 無風無浪 我們選擇走出來 Jean跟我說了一句 我跟她說 我沒有那麼大家庭負擔 你又說是一家之主 你想清楚 我回不了頭的意思是 很難再進入車行 當時你說了一句 他就說了一句 我們想了一會 他就說了一句 共同進退 你死了我死了 那就博一下 為何會選擇去年跳出來 坦白說 我在前僱主打了超過十年功 我是不喜歡轉工的人 我是不是那些跳來跳去的人 為何我會選擇叫她跳出來 我覺得去年因為疫情 那一刻的時間 即加上我和她的一把年紀 我說這個機會 你呢 這個時刻 我那刻突然覺得 如果我們不跳出來試 就可能錯過了一個機會 永遠就在無風無浪的樹下 渡過安逸的校本身 即是托賴 就來到一年都見過人吧 是的 其實跳出來是想放下包袱 去做一些我們想做的事 即是某程度上 如果你幫一個集團打工的時候 就是有些包袱是放不下的 到我們自己去運輸自己的頻道的時候 有些東西我們可以自主性地去試多些不同的東西 不用那麼綁手綁腳 是的 這件事我覺得是我們很想試大家想看的東西 那件事 正如剛才我所說 就是無時無刻都要想 即是未來究竟是怎樣 怎樣維繫著這個平台 那有些東西我都想了是準備會試的 即是或者要走的一件事 就是我其實很擔心大家都體驗我們 那其實很想找多些新面孔去做主持 這個都是配合一些新人入這一行 都是我和她的魂縣來的 那我就可以退居幕後 好像很大的理念 作用英才 作用英才 我可以退居幕後 我不用出來拋居幕的面子